各位宜蘭鄉親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季節國語新聞 新聞一開始來看到政治的消息 國民黨宜蘭縣黨部 今天舉行主委交接 而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 也親自來尖交 由前副縣長林信華接任新的主委 至於現任主委王志庸 是因為家庭因素 調回家鄉擔任台南市黨部的副主委 林信華同志為宜蘭縣委員會主委委員 主席朱立倫 中華民國104年3月1日 在國民黨副主委郝龍斌的尖交下 國民黨宜蘭縣黨部 今天進行新卸任主委交接典禮 林信華主委 我想他自己很清楚 他的主委工作沒有蜜月期 我們馬上接著就要開始 積極準備總統大選 以及立法人的選舉 這都是黨部非常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 我相信以他對於地方的瞭解以及他自己的勤懇 還有他對於過去行政上的歷練相信在這裡他一定能夠把這個工作做好 卸任主委王志庸在去年六月也是在五合一大選前二度來到宜蘭服務 在艱困選情中帶黨打過大選 選後因為家庭因素將回到家鄉台南市擔任黨部副主委 再度告別宜蘭 王志庸希望新任主委林信華 加強經營青年族群與培植青年從政人才 所有在宜蘭縣的人才不是缺乏 而是我們本身沒有做中長城的規劃 所以讓好的人才沒有一個時間 沒有一個培植的系統 讓他來踏入從政服務的工作 所以說建立青年人才庫 我想這是我們國民黨在宜蘭的首要目標 另外在我們整個的一個黨務的工作的部分 我們現在對於一世代 一世代的這個溝通跟互動的工作 我們三組也很認真很積極的 在做一個規劃 希望能夠透過網路平台的運作 能夠拉近年輕人的心 而且能夠了解年輕人他真正的希望之後 我們跟他做一個契合的密鬥 至於新任主委林信華 本身是大學教授 出身學界的他 在呂國華擔任縣長時 被延攬擔任副縣長 此次接任黨部主委 身負2016總統大選的重責 還有宜蘭縣立委人選的佈局 新人氣象 林信華表示會順應青年從政風潮 國民黨將有新作為新作風 我們一定要年輕化 我們一定要跟年輕人站在一起 特別是因為我在學校教書 所以說跟我們在地的大學生 事實上是常有接觸 那未來呢這是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重點 我們不一定要讓年輕人加入我們黨 但是呢我們一定要讓年輕人很能體諒我們黨 那個距離呢一定要把他打破 所以說我們希望我們這個整個團隊 希望可以跟社區結合 特別要吸引更多的志工來加入 那第三呢我個人覺得在宜蘭 宜蘭畢竟是一個民主勝地 那長期我在看宜蘭的發展 我們國民黨未來一定要在宜蘭這個地方呢 來主導議題 所以說未來我一定會結合我們學界 還有我們的在野聯盟 以及我們正在興起的第三勢力 我們一定要好好跟他合作 所以說未來我們希望我們這個黨部呢 不要那麼冰冷 我們希望我們在這邊是一個 可以討論宜蘭公共議題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也希望結合更多的朋友 來主導我們宜蘭的那個公共事務的議題 那我想這個我在過去有些經驗 希望我們未來可以一起來打兵 今天的交接典禮包括總統府資政許文正 前縣長呂國華黨籍議員 鄉政首長等各鄉政組織 近兩百多人參加 以來是因為記者黃竹翰怎麼到